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新中国迎来七世华旦的时刻 香港九五后青年歌手丁正凯 做此作曲的歌曲《共和之地》 悄然出现在各大视频网站上 在油麻地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排练室里 记者见到了丁正凯 他正与乐队吉他手李耀生 一遍遍地排练着这首歌曲 丁正凯告诉记者 歌曲制作前后用了五个月的时间 共有17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朋友加入其中 他希望用这首歌曲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也让更多人知道 香港有很多爱国爱港的青年 创作这首歌曲的动机确实是想 一来令身边的朋友多点了解到我们的国家 二来对国家有祝福 三来亦希望令内地的朋友都会知道 其实香港不是每个青年朋友都支持暴力 或者支持我们所谓的一些冲击 其实都是有很多的青年朋友他们爱国爱港的 包括在今次的MV拍摄里面的青年朋友 我都很多谢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发自内心来参与这个project 1996年出生的丁正凯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钢琴和声乐 2016年在流行音乐制作及表演课程中 结识了同班同学李耀生、刘诺琳 随后于2017年组建乐队Hody Listen 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所思所想写进歌曲中 并多次到香港各区参加公益活动 《共和之地》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国家主题的歌曲 对他们来说富有挑战 如何在五分钟内尽可能将祖国的历史和发展情况展现出来 如何将爱国主题与流行音乐相结合 如何将歌曲更好地演绎 为此团队进行了多次尝试 丁正凯称 吉他手里要声千千厚厚练习了两百多遍 琴弦都弹断了两根 丁正凯曾在内地有过较长时间的学习 在那段岁月里他去过北京、福建、西藏、云南 幽远灿烂的中华文化和祖国的地大舞伯 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于是他把祖国的真容岁月编进歌中 把喜马拉雅、长江黄河、万里长城、大漠封沙等 依此写进此里 在他心中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身为中国人让他感到自豪和骄傲 中国是一个后势薄化以祸为贵的一个国家 可能我们现在是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 但是我认为我们中国从来都是这种低调内念 以及欠虚和国庞的一种胸襟 去处理我们的社会问题 和对待国际上的任何事情 其实香港和内地只是隔着一条深圳河 为了跨越这20米阔的深圳河 我们用了155年的时间 所以今时今日的所有建设成就 和我们可以享有的幸福生活 都是来自不宜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是确实可以听起空堂 感到自豪 在创作歌曲的过程中 恰逢香港出现社会纷争 电视屏幕上出现的画面 让丁振凯难过又无奈 香港青年对祖国的认识不足 让他们的身份认同出现偏差 于是他拿起音乐武器 将自己对祖国的爱通过音乐传递出去 因为首先自己身份是一个中国人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才是一个再是一个音乐人 那做一个音乐人 我们其实擅长的东西不多 只可以透过一种音乐方式 去表达自己心声 可能在香港大家都很繁忙 没办法去听你讲 一个多两个钟关于国家发展的东西 我们尝试用流行音乐 看看可不可以令到大家都增进到 大家对国家的了解 《共和之地》这个名 都是寄予一种 希望我们可以公用 公传 歌曲问世后 丁正凯没有受到预料的攻击 反而收到很多的鼓励和支持 这让他们更加坚定 创作爱国歌曲的信念 丁正凯称 祖国的繁荣发展 为香港青年带来了很多的发展机遇 未来他希望能到祖国的农村去走一走 让更多人听到来自香港青年的声音 也希望能到内地继续进修 让自己的音乐之路更宽 更远 未来有机会 我真是很想去祖国内地的农村 很想在农村试下做一下表演 希望可以令内地的朋友 都可以听到一些香港青年乐队的作品 未来的时间有机会的话 我都很想可能去星海音乐学院 或者中央音乐学院 或者上海音乐学院去进修一下 因为觉得学无致敬 还有如果以后有更加大的一个成绩的话 都很想令到别人知道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